有没有谁要当过 我心里有想过 一句内心话展现大格局气图形 郑文灿再度挑起2024敏感神经 不过想接大位 郑文灿恐怕还有关得过 被视为是苏贞昌后 呼声最高的格魁继任人选 但何时接格魁要看大环境 加上说进一步参选 桃园市长谁接班 都是郑文灿可能面临的两大难题 现在才有未来 所以人生不要预设 这个剧本应该如何走 那我就是把市长做好 话中有话就是不把话说死 摊开台面上接班热门 除了进一步表态的郑文灿 灵活但面临两大难题 热腾腾推出官方烂账号的 副总统赖金德也是绿营重点人才 只不过缺乏国安外交经验 现在的整体曝光度也较低 而动作频频天天发文的 交通部长林嘉龙 则是缺少了更高一层的格魁力练 就是努力把自己的负责的政策跟业务 做好 那以政绩来争取社会的认同 人因为有梦想而伟大 每个人都有思考要选总统的权利 就是兄弟爬山各自努力 民党在这一方面事实上 在终身带人才的培养上 的确需要赶快加油 放眼2024总统之争 民进党各方角力已经开打 记者陈吉安 陈吉安城会员 新小组台北采访报导